经济环境未见改善,部分业主继续砒价,市场连络低价成交个案,例之各万克顿山海警四房户,减价预800万元,年车位售3568万元,较今年初同类型单位造价低近10%,红磡海日豪源高层户易降价200万元沽出,较去年中较低层单位成交价再低约100万元。 美联吴智辉表示,上述曼克顿山两座高层A室,实用面积1588方尺,原先叫价约4380万元放售,以在市场放盘超过一年,最终大幅减价约18.5%,以尺价约22469元沽出。 据了解,今年1月一个同类型单位不连车位售3550万元,扣除市值约400万元的车位,时次造价明显回落。 他认为,政府撤约有助加快物业买卖流通量,尤其是取消额外印花税及15%的新住宅印花税。 可吸引投资者重新入市,配合市场放盘增多,交投将会向上。 海日豪原液6同类个案。 尼家国潘立信指,屋苑12A座高层B室,实用面积1103方尺,套三房间隔,开价2300万元放售,中以2100万元售出,尺价19039元。 资料显示,该座一个中层同室单位,去年7月以2200万元成交。 试次最新成交层数较高,但造价低约4.5%,九龙站在6二手成交。 市场消息称,该区晴天半岛三座一个中高层单位,实用面积755方尺,降价100万元后,以约2000万元逆手,尺价约26490元。 新界方面,世纪21期封装瑞生清,马安山银湖天峰五座中层施室,实用面积551方尺,以900万元放盘,最终受800万元。 尺价14519元,低市价约5%。 此外,市场掀起移民潮,南丑屋苑放盘增加,叫价亦回远,代理表示, 则如冲太古城现时有多达500个买卖盘员,估计当中占3-5%为业主计划移民而放盘。 其中一个华山角中低层单位,实用面积685方尺,去年曾作内部转让,业主虽明知转手虽付额外印花税,但因有意套现移民美国,故刑以1450万元开价放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